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课程 咱们先来调试一下设备 声音画面正常的同学,咱们请抠一 好,同学们好,已经有同学进入直播间了 直播间的同学可以签一个道 非常开心,咱们又见面了 好,非常好 咱们很多同学都一直在兼职学习 包括在群里也互动是非常多的 好多同学已经把笔记整理出来了 发到咱们群里 然后也自己治疗了一些患者,非常的好 好,大家进入直播间了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咱们在讲腰部的三交定位 以及经络、巡形、以及它的同期的时候 我们想想之前我们讲过哪些部分呀 是不是讲过头部、颈项部、咽喉部 还有我们的肩部 那么它在我们人体对应的三是哪三呢 咱们来看一看啊 三说的是三财和三交 天、人、地 我们之前讲的都在哪啊 在天部、在人部、还是在地部 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头痛呀 镜像部的疼痛呀 咽喉肿痛呀等等 都在哪一个部位呀 是不是在我们的天部呀 好,非常棒啊 咱同学已经回答上来了 在我们的天部 好,那属于胶 属于哪三交的一部分呢 是属于上交、中交、还是下交 很显然属于上交啊 是不是啊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的就是我们的腰部 大家先猜一猜 我们的腰部它属于哪一交呢 我们的腰部 哎,对应的是我们的中交啊 腰在中间的 你胸口窝一下边 咱们看一看 摸一摸自己的后背啊 再摸一摸自己的腰 你摸一摸自己的胸口 对应到我们后背上去啊 是不是上边 下边才是我们的腰的呀 上边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肩胛骨 是我们的背部 是我们的背部 所以呢 我们的腰部在哪啊 是在我们背部下边 啊,在我们上交的下边 也就是中交这个部位啊 大家可以前边 咱们给大家画出来了 后边没给大家画出来 但是你也要对应过去啊 好,你要对应过去 哎,所以说我们的腰部 对应的是我们的中交啊 对应的是人这个部位 好,我们根据天对应着天 人对应着人地 对应着地的这个治疗原则的话 我们的病位确定了 是在人部啊 是在我们中交这个部位 那么我们治疗的这个范围在哪呢 一个是病位啊 发病的这个部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治疗选择的部位 这是两个概念啊 同学们到今天应该非常清晰了 好,人对应着人 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啊 我们应该是在哪呢 人对应着人 啊,我们腰部对应着是人部 也就是我们的中交部位 我们的治疗在哪治疗呀 是不是在我们的手肘和我们的膝盖 这个附近找铜器的经络和学位去治疗呀 好,大家现在能对应上这个关系吧 好,非常棒啊,能对应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腰部的三交定位啊 定位的就是中交 中交我们就直接选我们的手肘部 或者是我们的足膝盖部啊 这是我们的主要取血范围啊 我们就看经过我们的手肘的有哪条经络 经过我们膝盖的有哪条经络 然后这条经络上的穴位到底有哪些穴位啊 这是我们二一要选择的范围 好,我们三选定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讲讲我们的真治法则 好,我们的腰痛呀 有的时候是左边腰痛 有的是右边腰痛 有的是中间腰痛啊 有的是两边都疼 也分不出哪儿中来 是不是啊 所以呢,咱们就按照这个真治法则 在腰部左侧疼的 咱们就取哪儿 左病右肢,右病左肢 在中间的男左女右 那么疼痛在腰部左侧的取哪儿 同学们 取哪儿 取肘啊 左肘还是右肘啊 右肘啊 你这样同学们 就是老师在说这个概念的同时啊 你要想象这个疾病发生在 自己身上或发生在别人身上 你要想象这种场景 然后再去治疗 就是你先用你的大脑当中去过一遍 去治疗一遍 等真正遇到患者以后 你再去治疗的话 你就怎么样了呀 哎,就手到擒来了 就会非常快 就不用太多思考了啊 你大脑当中已经治疗过了一遍了 是不是 好,这是咱们腰部左侧的 好,跟着老师一起啊 我说的同时 你可以闭上眼睛 现在想象当中 你大脑当中有这么一个人 得了这种病 你怎么来治啊 咱们先用想象 好,这个患者腰部右侧 出现了一个疼痛 咱们想想啊 要治疗哪啊 治疗他的左肘 或者左膝盖附近去取血 一定要跟上老师的这个大脑当中啊 闭着眼睛听 好,再思考 如果一个患者来找你呢 他在腰部中间 出现了这个疼痛 好,那么不分左右 按照男左女右来取血 取血啊 如果是一位男同胞啊 他来找你治疗 腰中间疼痛的 你选的是他的左肘 或者是左膝盖 如果是一位女同胞啊 来找你的 你选择他的是右肘 或右膝盖 好 这是一个啊 另外又有一位患者来找你了 啊 那么这位患者两边腰都疼 啊 两边腰都疼 你说哪边轻 哪边重啊 他也说不上来 啊 咱们还是按照症状 在中间这么去治疗啊 男左女右 如果呢 又来了一位患者 这位患者还是两边腰疼 但是呢 他右边重 所以呢 你选的就是左肘和左膝盖 啊 如果他左边重的话 你就选择右肘和右膝盖 好 同学们啊 大家在这个治疗之前 你没有食操之前 建议大家先在你的大脑当中 去真正的去治疗一下 啊 然后你遇到患者了以后 这样的话就非常熟悉了 好 这是我们的真治法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 二 啊 三二一的法则 三我们确定了 他在人部 也就是中交的部位 二选择的就是 阴呀阳呀 啊 属于阴经 还是属于阳经 哪条阴经 哪条阳经啊 咱们都得给他确认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腰部的经络巡形 我们治疗啊 治疗 咱们之前讲 不管讲头痛 还是咽喉肿痛 咱们都是有一个原则 叫什么呀 先首先看一看 啊 这哪条经络 经过我们的发病部位 是不是啊 啊 哪条经络 经过我们的发病部位 来看一看啊 我们今天讲到腰部 也要看一看 腰部有哪些经络 经过他啊 再在这些经络上 找到相应的这个 铜器穴位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诊疗思路呀 啊 所以说同学们 大家不要光学知识啊 你光记知识的话 会非常繁杂的啊 很多知识点 你学一辈子 也学不完这些知识点 重要的是你把这些知识 背后的这个逻辑关系 搞清楚了啊 你再把这个知识填进去 这就会非常简单了 好 我们啊 讲到腰部 就要看腰部的经络巡形 大家看一共有四条经络 经过咱们的腰部 第一个是足太阳经 就要看腰部 能听清了吧 好 那我们开始啊 我们开始 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这是文言文说的 甲脊抵腰中入寻旅 也就是脊梁骨 落肾与我们的肾脏联络着 属于我们的膀胱 也与膀胱联系着 其支者 也就是分支插路 从腰中下甲脊 贯臀到了我们的臀部 甲脊内过必输 这是我们老祖宗发现 它的寻行规律 咱们现在 也有现代文去解释它 但是你们不需要 把这些记住 咱们只需要把这些图片 看图说话 把这些图片记住就可以了 像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你能把它的经卧图看明白 这就非常棒了 另外第二条经卧就是 足少阳经 寻邪里出气阶 绕毛迹横入碧宴中 寻过季 寻凶过季邪 下河碧宴中 这是它的一个经过寻行 那么咱们这些文言文 也就是说的老祖宗如何发现 足少阳胆经 它的寻行的 用他们当时那个年代的语言 去描述的这种情况 咱们怎么描述 咱们看图说话 你把这个图看明白了 用你自己理解的这个语言 去把它描述出来 这样印象更深刻 因为你们不需要 涉及到一些考试之类的 你要涉及到考试 你一个字都不能差的 但是咱们没必要 咱们学的是实操 学的是来治病 我只要记住这一条经络 经过的位置就行了 用你自己的语言和方法 还有你自己的这思维习惯 去记忆它 第三条是我们的都脉 上骨内后连 灌脊属肾 甲脊底腰中 入寻里落肾 这是我们的都脉 都脉也与我们的肾联系着呢 好 那么咱们腰痛呀 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是跟肾虚是有关系的啊 跟肾脏疾病是有关系的 腰围肾之符啊 包括这些经络呢 也与肾联系 像肚脉呀 落肾啊 我们太阳经也是落肾的 与肾相联系的 所以呢 我们去治疗腰痛的时候啊 你从我们皇帝内珍这个角度来说 治疗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得去看一看 它有没有一些肾脏疾病 导致的一些腰痛 比方说啊 有些人出现这个肾癌了 哎 他有一个腰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哎 你用咱们皇帝内珍的方法 肯定是有效果的 但是你要治疗这个肾癌导致腰痛 和普通的这种腰痛来说 他的疗程也好 诊疗方法也好 能一样吗 同学们 说不一样呀 哎 你还得针对他的肾癌去治疗啊 当然了 这个你还得好好去学一学肾癌怎么治疗 或者是说 不建议大家同学接诊这种患者啊 该送医院送医院 现在这个现在的医疗方法也是非常多的啊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这种针对的方法去改善他的疼痛啊 改善他的这个肾脏的一些功能啊 这是可以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的 好 另外我们第四条经络就是我们的代脉 起于记鞋回身一周啊 代脉也就是在我们的肋鞋骨啊 肋骨这下边这儿啊 绕一圈回身一周 也就是绕我们一圈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带着游泳圈的呀 好多人啊 这个哪都瘦 唯独这个肚子大啊 咱们就给他说带着游泳圈呢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代脉的一个循型的一个部位啊 所以说很多人带肚子大的 那么跟他代脉不通 还有其他经络不通是有直接关系的 好 这是我们腰部经过的四条经络 我想请问大家 从这些经络上来看 我们可以选取的穴位至少有几个穴位供我们选择呀 至少有几个穴位供我们选择啊 是不是至少有四个穴位供我们选择呀 足太阳经上一个 足上阳经上一个 都卖上一个 代卖上一个啊 至少有四个穴位可以 但实际情况中 你可选择的要比这个多 是不是啊 因为还有什么阴阳导画呀 同气的经络呀 足太阳经和守太阳经同气的经络呀 等等啊 这些足少阳经和守少阳经同气的经络取学啊 咱们先啊 不禁那么复杂呢 先把这四条经络啊 给记住了 后期你如果想同气的话 到时候咱们再啊 再学啊 好 下面看一看 我们的具体经络巡形 第一条就是我们的足太阳经啊 甲脊 甲脊 脊是什么呀 我们的脊柱 啊 脊就是我们的脊柱 甲脊抵腰中 抵腰中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腰中间了 是不是啊 入履啊 也就是寻着这个脊梁骨 落肾 属膀光啊 你看这个蓝色的这个虚线 是不是到达我们的膀光了呀 蓝色虚线到达膀光了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是洛肾啊 洛肾 大家看洛肾在哪 这是我们的肾脏啊 给大家画一下 好 看看肾脏在哪啊 这是我们的肾脏 好 这是我们的肾脏 我们的足太阳膀光经是与我们的肾脏相联络的 相表里的两条经络总是有这个 有渠道相联的 就跟表亲关系啊 你跟你家的这个表叔呀 表哥呀 表姐呀 你家总有一个特殊的渠道啊 和外人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然后这是我们的膀光啊 这是我们的膀光 这个足太阳膀光经啊 不仅在我们体表巡行 还与我们的脏腑相联啊 与哪个脏腑 我们的膀光和我们的肾脏啊 它是一相联一弱属的 好 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在我们后背巡行的这些部位 先看中间的这个图啊 咱们之前讲过头痛的 时候 大家先看这个头部 这是头部的经络巡行 是不是正好在我们后脑杀 这个部位啊 所以呢 后脑杀疼痛的话 我们选的经络 是不是太阳经 啊 我们讲到颈向部疼痛的时候 大家看颈向部这块 是不是正好也是我们 太阳经经过的位置啊 哎 它有两条侧线啊 后正中间是我们的肚脉 两条 这两条侧线 大家一看啊 这两条侧线啊 是我们的膀光经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颈向疼痛 正好在这斜线上的 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不是就我们的太阳经呀 它到了我们肩膀这一块 又往下划分了 划分了两条经络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划分了两条啊 竖直往下的 内的一条 在里边的一条 距离我们前正中线的距离啊 是有距离的 1.5寸 啊 第二条 距离我们后正中线 距离我们后正中线的距离是三寸 好 大家能看出来吗 这是后正中线啊 也就是我们脊柱的这个位置 后正中线 一个是三寸 一个是1.5寸啊 它是有距离的 好 这是一直往下 一直到我们的腰部 大家看右侧这个图 一直到腰部 是不是还有经络巡形呀 它是整个的啊 铺满我们整个后背的 左边也有 右边也有 左边两条 右边两条啊 都是我们的太阳经 足太阳膀胱经啊 好 大家再看最左侧的这个图 最左侧这个图 是不是有我们的 什么呀 肋骨啊 还有我们的脊柱 还有我们的脊柱啊 好 我们的像这些穴位 几乎都在什么呀 脊柱下啊 旁开 1.5寸 旁开3寸啊 这个位置上 依此类推 往下走 往下走 到了我们腰部 啊 你看到了我们的腰部 大家先看右侧的 这个什么大柱呀 废书呀 决音书 新书 这都是我们的背书穴啊 背书穴 这些是我们属于膀胱经上第一条支线的穴位 也就是啊 旁开1.5寸的穴位 好 同学们 这个大家理解吗 旁开1.5寸啊 旁开1.5寸的这个穴位 好 这是一条支线 我们这些背书穴啊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与我们的内脏是有联系的 背书与肺脏联系 心书与心脏联系 啊 这些呢 直接可以治疗我们一些脏腹疾病 肾书 直接与我们的肾脏相联系 啊 这是一条支线 大家再看左侧 还有第二条支线 是不是啊 哎 第二条支线啊 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我们腰痛的话 啊 腰痛的话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 首选的经络啊 如果两边腰痛的话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 咱们看这个图吧 看这个图啊 我们啊 在腰部这个位置出现了疼痛 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不是足太阳膀胱经呀 哎 一看他在左边两条 右边两条 啊 一共四条在我们腰部分布呢 啊 有的人还会出现什么呀 腰梁 腰酸 腰疼啊 也是首选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的 啊 好 这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经络 足少阳经 足少阳巡血里出气阶绕毛记横入碧宴中 寻胸过季邪下河碧宴中啊 这是老子龙说的这些话 我们再来实际看一看他 足少阳胆经啊 他在我们经经过的哪 哎 肋骨这一块啊 肋骨 你像日月这个穴位 大家看日月这个穴位 是不是在我们肋骨下边啊 哎 寻血里 然后又到了我们侧腰部 经门 再往下是代脉穴啊 代脉是一个 代脉穴是我们胆经上的一个穴位啊 那么代脉这条经脉呢 不光是胆经上的一个穴位 它是一条经脉啊 它是 大家要去问清楚 我们齐经八脉里边 任脉 都脉 代脉 这属于齐经八脉 是一整条完整的经络啊 和我们属于胆经上的这个代脉穴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有些差别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武疏为道啊 居聊环跳啊 等等 这是我们腰部的 大家看我们啊 足少阳胆经 它经络寻形的是哪啊 是我们的侧腰 还是我们的后腰 是侧腰还是后腰 足少阳胆经 是经过我们的侧腰 还是后腰 好 非常棒 侧腰啊 我们的腰痛啊 每个人他腰痛的部位不一样 有的是侧腰疼痛啊 有的是后腰疼痛 有的是腰中间疼痛 它疼痛不一样 那么我们选取的经络 是不是就有差别了呀 好 如果一个人侧腰疼痛 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哪条经络 侧腰疼痛 首选的经络 是哪条经络 是我们的足少阳胆经呀 如果你能准确的 找到代脉和经萌 这些穴位啊 那么你在治疗这个起来 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了呀 好 非常棒啊 咱们同学都跟得上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我们足少阳胆经啊 足少阳胆经 我们来看下一条经络 都脉 都脉这个相对来说 是不是就简单了呀 它在哪呢 后正中线 上股内后连 灌脊 属肾 这个也是于肾 属肾的 甲脊底腰中 入巡旅 落肾 也就是沿着我们的脊梁骨 我们的脊柱 这样去巡行的一个 一条经络 这是我们的这个经络 都脉 它所寻定的部位 啊 那么它主要治疗 我们身腰痛的 哪个部位疼呀 都脉 主要治疗 我们腰痛的 哪个部位疼 是后正中间 还是两边 还是侧腰 正中间 是不是啊 好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咱们同学特别优秀啊 正中间啊 好 很好啊 很好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 都脉呀 它在啊 它的好多穴位 都在我们的什么 下边那样 挤突啊 大家看这个 挤柱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挤柱 这是我们的挤柱啊 挤柱 往后边凸起来的这个 就是挤突啊 这是侧面观啊 侧面观 侧着身子 看到我们的穴位 像这个大锥呀 深柱呀 灵台 陶道 这些穴位都在我们的挤突下边 也就是挤突和挤突中间的这个凹陷中 好 同学们能看出这个来吗 哎 能看出这个来吗 同学们 能能的话 扣一啊 我们的 穴位 基本上都在这些啊 这个中间呢啊 这个 挤突和挤突中间的这个缝上 这个 你看出来呢 咱们 黄地内针啊 用不了这么细 但是有的时候 你去诊断和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啊 对你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 比方说 像一些心慌心跳 或者胃痛啊 呕吐等等一些人 往往在治阳穴 灵台穴 这个两个穴位 有压痛点 很典型的压痛点啊 我都治了好多人了 或者诊断了很多人 哎 先诊断再治疗 它有一个什么 呕吐啊 胃痛 心慌心跳啊 那你一点揉 用同样的力度 去点揉 这几个穴 发现啊 就是在治疗和灵台 这两个穴这 压痛点 非常的明显啊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治疗 你就点揉这两个点 去治疗它啊 好 当然这也属于咱们 一针疗法里边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一针疗法里边的一个 那么咱们皇帝内针呢 哎 其实你对这一条经络 它经过哪 那你去了解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都脉 它在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巡行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经络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代脉 代脉 起于忌鞋回身一周啊 忌鞋是哪 也就是我们的肋骨 好 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了吗 这我们的肋骨啊 它在我们这肋骨这儿 起于这儿 然后绕着我们肚子啊 肚子和腰部围了一圈 肚子和腰部围了一圈啊 好 那么这个围了一圈 也不是经过我们的肚脐 这样围了一圈 它看 再看这儿啊 右侧的这个 代脉武术围道 哎 它是不是往下走了呀 沿着我们的腰上边啊 往下走了 走到哪 走到我们的小肚子了 走到小肚子 然后又往上走 啊 又往上走 绕了我们的腰一圈啊 大家看 右侧 右侧 最右侧这个图 这个代脉是不是经过我们的后腰呀 经过我们的后腰正好绕一圈呀 好 代脉武术围道 然后又往上走啊 这是它的一个巡行的路线 我们的代脉巡行路线 好 如果腰痛的话 我们能选代脉上的穴位去治疗腰痛吗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也可以啊 尤其是像有一些人他说不上来一圈腰都疼啊 或者说即使他能准确的告诉你 我们的后正中间疼 我们的两边疼 我们能给他加强一下我们代脉上的穴位取穴吗 同学们能不能 等一个患者来找你了啊 他首先说啊 我这个腰疼啊 有的人是后正中间疼 有的人是两边疼 有的人侧腰疼啊 如果我不管他哪个腰疼 我能不能给他在辨证经络的技术上 给他加一个代脉上的一个穴位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也可以啊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治疗腰痛的 他的同气的啊 这个经络 也就是我们选的二的位置 三二一啊 二选完了 是不是就该一了呀啊 一的话下节课 给大家分享啊 包括我们具体治疗腰部的哪些问题啊 也是下节课给大家分享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先来给大家重新理一理我们的诊疗思路啊 诊疗思路 首先来说啊 我们这个腰部啊 腰部啊 腰部 我们的腰部 他的三胶定位 我们要分一个三字 天 人 地 之前给大家讲的我们头痛 咽喉肿痛 肩膀疼痛 他属于我们的什么呀 天部啊 属于上胶 那么我们的腰部呢 在我们胸口窝以下 胸口窝以上 后背部是不是属于 也属于天部呀 往下走就是我们的人部啊 所以说我们的腰痛是属于中胶人部的 中胶人部 我们的治疗范围啊 人对应着人啊 手肘是人 膝盖是人 所以我们的治疗范围也是什么呀 治疗手肘部和我们的膝盖部啊 找到三了以后 我们要找的是不是就是二呀 然后来看一看我们腰部经过的经络有哪些啊 好 这是我们的铜器 下面来看我们的经络 经络主要是什么呀 分阴经还是阳经啊 到底有哪条经络经过哪 像我们之前学的是不是就 十二条正经 还有任脉和肚脉呀 今天呢又给大家加了一条我们的代脉啊 代脉是经过我们腰部 治疗我们腰痛呀 妇科疾病呀 等等一些很重要的一条经络 好 我们的真治法则是 在左至右啊 在右至左 中间男左女右 我们经过腰部的经络啊 有四条 所以我们治疗这个腰痛的时候 或者腰挤住一些疾病的时候 我们首选的就是这四条经络 那么这四条经络分别分布在我们哪啊 就涉及到我们首选的穴位在哪了 你像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它分布在我们腰的两侧 左侧右侧都有分布 好同学们请问大家 如果一位患者 他的两侧出现了腰痛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条经络 一个患者腰痛来找你了啊 他能描述出他疼痛的位置 是在我们腰的两侧疼痛 腰两边啊 腰的后正中间两边那个位置 好 首选经络是哪个 非常棒啊 对 就是咱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啊 足太阳膀胱经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它经过的这个位置啊 经过的位置 你看这不整好吗 在我们的腰部这么多的 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过的 穴位地位啊 位置 好 再有一个患者啊 是侧腰疼痛 咱们看足上阳胆经 经过我们的腰部 但是是侧腰 如果一个患者告诉你侧腰疼痛啊 那么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哪条经络 侧腰疼痛啊 咱们先盯住足上阳胆经 它经络寻形 是不是在我们侧腰部呀 如果一个患者啊 能准确的告诉你是侧腰部疼痛 我们首选的经络 对非常棒 是足上阳胆经啊 足上阳胆经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一个患者啊 来找你 他说腰肩盘突出了 啊 腰中间疼了 等等一些啊 那么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条经络 腰椎肩盘突出了 腰疼了 腰中间疼了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条 都脉 好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好 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啊 在一些场合想给他加强一下 我们可以选取哪条经络呢 比方说就是腰腰疼啊 或者一些妇科疾病 我们啊 不管他是腰在哪疼 也不管他是妇科啥病啊 我们能选的一条范围很广的一条经络是哪条经络呢 代脉啊 为啥选代脉呢 为什么选代脉 同学们 为什么选代脉 是不是因为代脉在绕着我们肚子绕着我们腰环绕一周呀 哎 他环绕一周就是经过这些位置 代脉不通了会导致很多妇科难科疾病也会导致腰痛的啊 我们治疗起来也可以首选我们的代脉啊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腰痛选代脉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患者得了一个妇科疾病或难科问题 那么我们能选代脉上的穴位治疗吗 我们能选代脉去作为我们的经络去治疗吗 同学们 今天讲的是腰部啊 假如一个患者他是有腹科疾病或者有难科疾病我们能选或者哪怕他就肚子大想减肥了来找你了啊 我们能选代脉去作为他的一条经络去治疗吗 是不是也可以啊 好非常棒非常棒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诊疗思路 先去看他属于天地人的啊 哪一哪一个啊 属于天就在天不治 属于地在地不治 属于人在人不治啊 咱们腰部属于人部中交啊 找到这个三了以后我们选的就是二 具体的经络啊 具体的经络 找到具体经络以后就是要找具体的穴位了 下一节课带着大家一起来找穴位啊 找到具体穴位以后还不够 因为啊 我给大家再说一下 咱们好多同学跟着陈老师又学一针疗法 又学黄帝内针 他的取穴是不一样的 一针疗法 他的取穴基本上就是这条经络上取穴就行了 咱们黄帝内针 他的取穴是不是不一样呀 按你在左边至右边 在右边至左边 在中间按照男左女右去取穴啊 所以说咱们找到这个穴位以后 还得按照咱们的真质法则来给他框一框啊 也就是咱们来看看这个真质法则啊 按照这个真质法则来给他框一框啊 也就是说咱们三选了 二选了 一选了 够吗 还不够 还要再拿着真质法则 到底至左边呀 至右边呀 至上边呀 至下边呀 哎 还得拿这个去框一框 好同学们能理解老师说的这个 三二一加真质法则吗 能理解的同学扣个一啊 好非常棒非常棒 大家都理解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这个你按照不同理论去取的穴位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真质 他都是用经络 都是用穴位 但是他背后的原理或背后的理论不一样 你可能出来的这个就不一样 就跟咱们一袋面粉啊 你进入这个不同的工厂 有的工厂出来的是面包 有的工厂出来的是这个蛋糕 有的工厂出来的是方便面呀 一些饼呀等等 不同种类的面试 咱们都是全身上的穴位 你按照不同的理论 你可能出来的这个穴位都不一样 好 既然大家都能理解啊 好 那么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啊 想要了解的吗 会有还有哪些啊 想要问的 好 那么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咱们群里去提问啊 也是那句话啊 希望同学们积极把老师说的那个理思路的那个方法去那个作业去做一做 因为咱们有同学已经积极的提交了 而且整理的是非常好啊 非常棒 希望希望其他同学呢 也也能一起把这作业提交向他学习 真的是 在这个自己整理理思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好 什么12范围是什么意思啊 代脉五书为道 这个代脉脉 这个代脉具体的穴位 这是他的一个穴位 这是他的穴位 穴位名称 一个穴位名称叫五书 一个穴位名称叫为道 这是穴位名称 好 12范 如何定 这什么意思啊 12范用如何定 这什么意思啊 请同学再重新打一下啊 你说如何定三交是不是啊 这样腰部呢 咱们统一呢 大家看啊 这个什么叫腰部 腰一到腰五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那是前边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咱们同学有稍微有点那什么 咱们看咱们三的啊 咱们先看咱们三 三 咱们是不是对应着肚脐前边是这个呀 是这个范围是不是啊 那么咱们后边啊 后边就变了 后边就变了啊 后边是往下挪了一点 大家看这个 往下挪了一点点啊 我们这个腰部啊 腰部 腰一腰五啊 这块范围是属于我们的中交啊 这块 好 好 这是对应的我们的中交啊 对应的我们的中交 其实这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老师给大家分享过 我们啊 再拿回来给大家分享啊 其实你这个也可以很严格 也可以不很严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咱们再回过头来给大家分享啊 我们的天部 是不是很长呀 这么长 这么一块大范围 都是属于我们的天部 是不是 好 这一块范围属于我们的天部 那么我们头部选取的经络 和我们咽喉部选取的经络 肩部选取的穴位啊 穴位 比方说同一条经络 我们选取的穴位一样吗 我知道咱有同学肯定回答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了笔记整理了 而且记忆发到咱们群里了 把作业啊 他能整理出来 好 同学们 能理解老师说的这个吗 同一条经络 我们头部 颈向部和肩部 对应的穴位不一样 好 能理解这个的同学 请扣一 这是每次讲课反复给大家 给大家这个提的啊 我们都是同一条经络 那么我们在 如果在手上这样取却 是不是位置不一样呀 是不是位置不一样 他看不见人吗 刷新一下吧 好啊 是不是不一样呀 哎 好啊 那么一样的 比方好多同学纠结在哪 啊 纠结在哪 这样看啊 纠结在我们这个神鹊鹊 也就是肚脐 肚脐它对应的是第二腰椎 我到底是上胶呀 还是下胶呀 是不是啊 你不用这么纠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 我们的爪对应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膝盖啊 膝盖对应的是人部啊 大家看这个 我们的手肘和膝盖 是不是对应的人部啊 那么 人和地部 它是截然分开的 还是 它有一个过度 天和人部 它是有一个截然分开的 还是有一个过度 是截然分开的 还是有一个过度 认为是截然分开的 同学啊 请扣 也认为是一个过度的 同学 请扣 好 过度是不是 我们治疗起来 我们在手上啊 我们看一下手上 好 手上 天和人 是有一个分开 截然分开 还是过度 是不是也是一个过度呀 那么地和人 是不是也是一个过度 哎 也是一个过度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过度呢 因为我们选穴 我们确定 它是在手 手肘 腰痛啊 在手肘这个范围了 在膝盖这个范围了 在膝盖这个范围了 在膝盖这个范围 如果它腰痛靠上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离膝盖远一点 腰痛靠下 是不是也离膝盖远一点 你无非取穴是离膝盖近 还是远的问题 离我们手肘近还是远的问题 是啊 靠近我们的地步 还是靠近我们天部的问题 好 同学们大家能理解吗 这样啊 一个人 我拿这个来分啊 我拿这个来分 好 这个啊 它腰部啊 第二腰椎 它靠近上边疼 那么它就什么呀 靠近上边疼 是不是靠近天部呀 靠近天部 我们选穴是不是靠近哪 靠近我们的手腕 还是靠近我们的肩膀取穴啊 是不是靠近我们的天部呀 手腕是天啊 如果它腰痛靠近我们的手腕 如果它腰痛靠上边的话 我们选穴虽然选的是肘 但是它的穴位要靠近我们的手腕 如果它腰下边疼 靠近我们的臀部疼的话 那么它是靠近我们的地步 我们选穴靠近哪儿 是不是靠近我们的肩膀呀 是不是靠近我们的肩膀 好同学们 理解老师说的这个的同学 请扣一 哎 咱们说的是一个循序渐进过渡的啊 为了让大家掌握的更清晰 所以呢 发啊 这个写了天人地 但是它有一个过渡的 哎 都是腰部 它还有一个靠上疼痛 靠下疼痛的这一个 是不是啊 好 非常棒 那么同学们都理解了啊 都理解了 好 咱有同学问这个 嗓子有异物感选什么穴啊 你去 复习一下咱们这个咽喉肿痛的那一节课 有好多穴位 然后怎么选的都给大家教了啊 所以同学们 你先去先把咱们的课程给学了 好不好 哎 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你遇到哪些问题 及时的给老师反馈啊 老师会给你讲明白的 好 具体的这个经络选哪个穴 咱们下节课再给大家讲 好不好 咱们先把这节课的整明白了啊 咱们一点一点学啊 好 同学们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非常棒 刚才咱们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 非常棒啊 这也是你的在限制理解中遇到的问题 就是这么提啊 遇到什么问题 你们就提 哎 只有在这个四说明你们思考了 在思考过程中呢 你真正遇到一个患者了 你也会思考了 也知道怎么去取血了 而不是教条的啊 我就只选 记住这几个穴位就行了 哎 我管他呢 但真正到临床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变化的 他的疼痛部位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你掌握了会思考了 你按照这些变化 你的思维也会变化的 是不是就能大大提高你的疗效呀 好 非常棒啊 非常棒 今天非常开心 好同学们 再问一句的话 也可以去咱们群里去提问啊 那么今天这几个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